各位观众朋友你好 非常欢迎您再次收看大法谷节目 佛教讲忍辱讲慈悲 不过中国人有一句俗话说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西方的达尔文也提倡 物尽天则逝者生存的理论 从佛法的观点来说 人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类的观念呢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法师的意见 进化论有它的道理 但是并不是全部都能够试用的 进化论这是一部分的看法是正确的 所谓物尽天则在动物界和植物界 的确是有这种现象 在西方人竞争是能够生存的一个条件 还有人类啊 从原始的野蛮的时代 而到达文明的这个时代啊 都是从人与人真人与受真人与天真这样的过程之中啊 渐渐渐渐渐地过来的 而使得人的头脑有来又发达 使我们的文明呢 有来又进步 这是啊 没有错的道理啊 可是呢 是不是说人就是啊一定是竞争的 这个就是错的 夫妻之间是不是需要竞争 如果夫妻之间两个人相处啊 是竞争的话 那夫妻一定吵架 一定是互相的斗争啊 如果是兄弟姐妹之间是竞争的话 那兄弟姐妹之间一定是不和谐的 所以在竞争之中啊 还不能够啊 忘掉人与人之间是互助的 而且啊 还有人与人之间呢 互相原谅的 人与人之间是互相包容的 这种精神呢 这是人的精神 吾今天者啊 只能说那是吾的一种现象 而不一定呢 就是人的精神 就是物的现象之中啊 也有包容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大地就是包容万物 一棵大的树 就能够啊 上面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鸟 虫 甚至于寄生草 都能够容纳这些动物与植物的存在 因此树是一棵大树 但是呢 它并不因为它的一棵大树啊 就要使所有其他的动物植物都不存在 不存存 这个人与人之间啊 人与物之间啊 物与物之间啊 都是啊 有一种互相的帮助的 所以是现在有一人讲啊 动物植物啊 都有一种食物连 这食物连呢 是连起来的 这个啊 就是一样吃一样 一样吃一样 实际上呢 也可以说 彼此互相互助 才能够啊 这欣欣向荣 才能够啊 这个世界的动物与植物啊 能够自然成长 自然的呀 生存 那我们站在伏法的理想来讲啊 将忍若啊 有它的道理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讲忍若 并不是等于说 做烂好人 并不是等于说 让人家欺负 并不是等于说啊 做一个是非不分的佣人 而是呢 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是个有慈悲的人 忍若是啊 为了对方设想 而希望成就他 希望帮助他 所以 他对我们 怎么样不利的时候 我们希望还能够啊 使得他 能够啊 回心转意 能够感化他 能够感动他 所以是我们需要忍若 就好像是 这个 小羊 小牛 他不小心啊 团的母牛了 团的这个 母羊了 甚至于爬在这个 这个母羊啊 这个母牛的身上去了 那 这个 大的牛 是不是要让小牛啊 大的羊 是不是要让小羊啊 是啊 一定会让啊 这就是他的孩子 那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 小的时候啊 我们会宽容他 我们会照顾他 我们会照顾他 那我们对弱者 要 要照顾他 要教育他 对强者 我们要感化他 要给他转变他 这些都需要用耐心 需要用啊 时间 需要用方法 这都是 叫做忍弱的一种啊 精神啊 并不是说 忍弱就是啊 就是 让人家欺负 人家要头 给他头 人家要手 给他手 人家要钱 给他钱 人家要身体 给他的身体 那是无知 那是愚蠢 那是做坏事 而不是做好事 那种啊 烂慈悲 是看起来 你在做好事 舍得其烦 你是害了人的 人家要杀你 你就给他杀 结果啊 杀了你 也会杀另外的人 人家要杀你 你还是不能让他杀 应该把他关起来的 还是要关 当然 站在副教族的立场啊 我们不主张 杀人 不主张又死刑 可是呢 有一种啊 累犯 有一种啊 常常犯戒的 犯傻 犯傻生的 不是犯戒 犯傻人 犯偷盗 犯强暴 这种人呢 应该叫他隔离 他的精神是有问题 他的心理是有问题 他的观念是有问题 那么隔离以后 给他教育 给他训练 给他治疗 希望他能够啊 还能够 这变成正常人之后呢 回到社会来 过正常人的生活 这也是慈悲 也是忍辱 这个跟呢 无尽添浙的 所谓实质生存呢 并不像抵触的 但是呢 它是更深一层 更超越的 一种啊精神 一种思想 一种啊行动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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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